他们也会找咱们换 他们会找咱们 现在是那个蜀国好忽悠一点 你看 怎么蜀国在那呢 你们密谋的地方会不会太近啊 蜀国好忽悠一点 蜀国的朋友们 我给你们说 我们现在要一起打吴国 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的 因为吴国现在很猛 对 所以你有什么东西 想跟我们 我不是我们想跟你们 你们必然要跟我们 这个是你们的必经之路 这是你们必经之路 一换二 一换二不干 那你们就一分没有 我就跟吴国去了 你们就来回换草吧 确定吗 五换四好不好 五换四 嗯 五换三正合适 你相信哥的 曹操也不用站这么高吧 要不我怎么跟你们聊啊 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的嘛 换三肯定换不了 咱们就不聊了 五换四还行 公子 我们待会儿说啊 小女子待会儿啊 快点 五换四先拿给换 可以吗 我是建议 蜀国的两位 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 完了 他们已经签完了 五换四可以吧 可以吗 好 千万不要管吴国 行 先这么张 来 算一下 来 算算这样 吴国女子 来 我帮你们算番 你别跟蜀国就要蜀光 我现在有了小童 不需要你了 行行行 哎呀 没事 他们必然也要找我们来换 因为他们不够 够不成这三个 他们也不会加高分的 所以说我们等着 姑且等着 我看看他们现在的情况 算算他们的 蜀国现在是给了我们 笑成这样子 做成多大买卖 笑成这样子 我们别算了 去吧 我先去看看 你们想怎么换 你们说吗 我们就跟你们联盟 就是我们的都可以给你们 你们想怎么换 你们说吗 我们就跟你们联盟 如果他来找我们 我们就答应他 都要 我们就一家独大 我们就跟你们联盟 妈呀 就纯联盟不换是吗 就是冒科做着 不是就是 就是我们的都可以给你们 你们现在有多少个 十几个 我们不知道 不是 你们不是找我们吗 你们找我们俩 到底有没有事 有事拿出你们的诚意 和你们的解决方案 就是想把蜀国给捧大了 给捧大了 就是把蜀国给壮大起来 那行 那你们就直接 把东西都给我们 我们也不用交换 你们就拿过来吧 那是太没面子了 那咱们走吧 是 我觉得你们给我们四个五 我们四个五 我们就只剩下一个五了 我们再给你们一个草呀 你给我们一个草 四个五块 四个五块你一个草 那你们刚才说要把我们捧大 是怎么吹大吗 我要准备回毛鲁了 行 拜拜 姐 要不这样 我们三个换两个行不行 三个五 嗯 换两个草 你肯定得要五 没有 因为一个五加一个草加一个冰 等于四分 对 行 那你们 因为你们要那么多 想三个五 不是 三个五可能 我再想一想 还想一想 三个五换两个草 不是 等一下 我们要不这样 我们两个兵器 然后加一个 加一个人力 给你们换 换两个 我们不要人力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富可敌国 我们坐在这 跟你们这些小国商谈 那就这样吧 来吧 我们就要三个五嘛 就还是说好的嘛 就是诸葛先生 就是一言九鼎 可以 可以 我们直 我们是直的 是直的 是直的 三个五 三个五换两个草 可以吧 对了 我再跟你们 那个什么一下行吗 就是我想 就是我想拿一个草 换你们一个那个冰 可以吗 你不不叫冰吗 就是一换一 因为我多了一个五 等一下姐 我想一下 因为我 你们给我了一个五 所以我多了一个五 所以我就想 跟你们换一个冰 其实换对我们来说 也好事 也合适 不然就是我们 等于又多了一 对 因为我多了一个嘛 这不是 你不会扣我吗 没有没有 我真的是多了一个 哈哈哈 我们刚才有那什么嘛 我们联盟了 哎 来 我不管你们是否跟他们俩联盟 联盟 没联 我只希望你们能够清晰地考虑一下 那边真的有杨迪 杨迪会坑死你们呢 现在你要跟我们结盟的话 希望他们就上去了 哎呀 很快 因为他们认为对你们结盟了 真的吗 对呀 先生 不愧是五将 知道吧 这是你们这样的力啊 哈哈哈 对呀 对呀 干什么呀 我想在那里换一个拼 可以 可以换 姐 这样我们这个要的没用了 也算不了分 就给你们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